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親唱要賣 阿信蜜蜜 野馬主題曲 這麼久了還在那邊跟我野馬 你是不是過時了 還是福特有偷偷賽獻給你 沒有啦 說他們賣的沒有很好 為什麼沒有 你都去那麼久了 為什麼沒跟公關混熟一點 下次遇到公關 不好意思我是小屍這邊 你不要看我們老闆 他雖然是刀子嘴 但看到錢就豆腐心了 真的嗎 真的啦 很軟 我看到錢就軟得比豆腐還軟 變醬糊了啦 我跟你講 在硬的人也有軟的地方 下次你有去跑新車 記得看到公關的時候要去塞名片會不會 他說我們老闆你要講 我跟你講這業務技巧 偷偷講老闆 你不要看我們老闆這樣 刀子嘴豆腐心 豆腐在哪裡 看到錢他就變豆腐 沒有錢來他就刀子嘴 會不會 你要半白臉就好了 你說我處理啦 錢來都好處理 懂了嗎 加油 加油 你加油啦 我加油 對 我錢來就幹啦 你加油啦 來歡迎收看這一集的舊車私訊 新車私訊變舊車私訊 老車私訊了啦 這一集我們來看到的是七代野馬 他這次發表會是不是 這次發表會有什麼禮物 樂高捏 Let go 讓他走 Let go Let go Fuck you anymore 看起來不像野馬啊 新型的耶 它畫的是新型的啦 但它組出來我看不出新型在哪裡 其實我說實在的喔 我是不喜歡買樂高模型的 蛤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它把車變成這樣一格一格的 我不喜歡 我覺得車的好看就是在它的那個俐落的線條 把它弄成一格一格 可是老闆你有組過嗎 我沒辦法解沒有 因為它是從底盤裡面 其實你很多外面看不到的 但是它其實裡面超細的 I don't fucking care 它長的就是跟樂高一樣我就不喜歡 人家車辛辛苦苦把那個線條弄得這樣很漂亮 然後把它弄得這樣 可是它引擎蓋跟後車箱好像都可以開 門也可以開 I don't fucking care 它可不可以開 就算它會噴水我都無所謂 我就覺得它這個型整個做起來就整個烏魯造車的人 所以我不喜歡買樂高的東西 阿有沒有修哥喔 沒有 可是它這次搬在那個六福村 六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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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租了一個停車場 甩尾活動啦 那我在三個月前 我有看過別人 別台有 也太慢了吧 欸不是阿 送禮物的預送為什麼不請修哥喔 就好 我寧願不要那個樂高 然後有修哥喔的影像 給我們的觀眾朋友看不真好 也不錯對不對 那我們話不多說 已經說很多了是不是 左邊這台是電動的嘛 比較高 右邊這個高 看到矩陣式的頭盾有三個 它很多耶 人家那個BMW就兩個眼框 它就三個 它如果少一個 兩個框框就是變BMW 它這個輪框 這組輪框有沒有 看起來很像 泰山會去改的 很像改裝鋁圈 右邊這個輪框 感覺就單調一點 最右邊那就是 普通版的 普通版鋁圈是 真的是普通版 像預算不夠改鋁圈的感覺 然後這個 大包的部分 看起來沒有的 這麼方方針針 有人有腳 它這個有框框 看起來就是很有角度 這個框框 就稍微沒有那麼霸氣 比較小一點 然後又帶了一點弧度 沒有那麼的尖銳的感覺 然後這個 大燈下方 這個大包也比較有 角度的感覺 這個就比較圓滑一點點 5000的就比較尖銳一點點 然後引擎蓋上面也插了開孔 福特628表 第七代全新的 Mustang 車型 本來以為出了電馬 就再也不出跑車了 你看好多代 來我問你 Elena 是哪一代 尼古拉斯凱吉 你知道嗎 Elena 沒有E1 應該是這一台 中下方那一個 對啊 尼古拉斯凱吉 你在哪一代 就後照鏡被撞斷了 哪一代 FORMustang 有三種動力規格 2.3升Eco Boost Premium 接單生產的 5.0 V8 GT Premium 的車型 限量引進 Dark Horse 他說他每年大概十台左右 一年進 聽說那天要訂完 然後面這樣寬寬的 這個就是以前的那種造型 跑車的造型 LED頭尾燈組 尾燈其實差異不大 然後這是他的精神 流水燈 三種車型的車標上各有不同 不同在哪 這個是2.3是馬 2.3是馬 5.0是GT GT 然後黑馬還有特別的 喔 正面的咧 這個是2.3的 是19吋的 搭配Brembo的卡鉗 黑色卡鉗 搭配備代力P0的輪胎 這美規的就有保險桿上的燈 哇 一格一格的鋁圈 這就是第二個等級 就是5.0的 進去看還真的還好 很像玩那個泛花鼓 大雄最愛玩泛花鼓 他這裡有寫個5.0 5.0寫那個打扮 就不知道他是5.0 這5.0也寫太大字了 比這個輪圈上的Mark還大 這個輪圈上Mark 一般大概5公分左右 紙巾 所以他這個比5公分還大 將近10公分 很大喔 欸怎麼會有藍色卡鉗 Duck Horse 黑馬 黑馬 黑馬的側面也是 馬的 小鴨尾 Eco不是小鴨尾 然後另外兩個5.0版本 是尾翼 GT版本是小尾 Duck Horse也是小尾翼吧 他是黑化 黑化尾翼 也是一樣啊 長得一樣吧 只是他尾翼是黑的嘛 四出尾管 中階以上就四出尾管 都一樣都是四出尾管 都是四出尾管 前面有一個這個 黑化外觀套件 尾燈也有 也有燻黑 頭燈尾燈都有燻黑 這個長得有一點像 BRZ或86呢 有點像耶 蓮花造型 拍檔頭蠻帥的 金屬烤漆這樣 然後方向盤是平靶的 三浮式 握把看起來蠻粗的喔 然後他的那個 手煞車做起來就很有那種性能感 運動感的感覺 你看那種美規車型很奇怪 美規車型習慣在副駕駛座 也會做一個中控開關 日本車就比較不會這樣做 這邊有Mustang 這個好像也是一個精神嘛 我記得每一代在右邊 都會有一個Mustang的名牌 這個拍檔頭好像也沒什麼變 這裡應該也是精神所在 中間一個杯架 一個角形的輕軟蓋 跟車在這邊設定喔 跟車在左邊 跟其他車不一樣 他為什麼可以把繁體字寫得 那麼像簡體字 你有覺得嗎 我剛剛想了一下你知道嗎 這是繁體字寫得 這是繁體字耶 13.2吋 13.2吋 不是12.3吋 左邊12.3 右邊13.2 這就是Mustang Mustang 它有選擇排氣模式喔 排氣管的模式可以選 哇你11.11分拍的耶 人力銀行 你要換工作了 蠻熱的 是不是在冥冥之中 表達你要換工作 冷氣出風管附近的造型 它有銀色的框 然後中路下方有一些實體按鈕 然後他的十大抖的按鍵 是紅色金屬烤漆的 電子手插車 它是電子手插車 但是它做成可以拉的 那有實際手感嗎 有夾那種實際手感嗎 沒有卡卡卡卡卡的那種感 它是壓的 就是壓是放嘛 你拉起來它還是一樣 喔旅卡路座椅耶 旅卡路上次不是說又倒了 後座有挖空 有點同意的感覺 跑車就這樣做 GT版本有包覆 喔有皮革包覆 Dark Hose專屬太金屬了 喔這個夏天我跟你講 這顆喔 Fireball 這個夏天上去這顆燙手 山芋 那個以前Type R也是一顆 金屬球而已 原型 其實單純金屬就很漂亮 來囉 Mustang Ecopus 2.3 的規格 2261cc 最大買力305p 48.4公斤米扭力 3000RPM達到 時速手自排 啊這個就是之前的變速箱一樣 後輪驅動 最近17450 我們的排燃碎 GT Premium 動力規格 V8 自然進氣氣油引擎 排氣量 5038cc 超過5100 最大買力有446p 高達55.1公斤米扭力 在5100RPM 所以 六速手排 後輪驅動 58350塊 所以近一年 好貴喔 以後我跟你講 有錢你都買不到 Mustang的Dark Hose Premium 應該數據是一樣的對不對 它馬力大了一點 馬力大 它有調校喔 幾匹吧 454那剛剛是多少 446 多了8匹 有調校就對了啦 下課後的調校 欣賞一下它的廣告 Time for Ascensing 怎樣 Ascensing什麼 Awaking Awaking 什麼啊 起床 醒一下 BMO的音響喔 12支 12支 我都掉13支了 沒有這12支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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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3 欸怎樣 跟車距離有三段 2.3是有那種智慧跟車 就是它會辨識那個速限排 但是手排的沒有 但是它一樣有跟車 有跟車沒有辨識 手排人家自己打檔自己辨識 現場有關卡體驗 鐵馬動態 這彈射起步 就是現場有這個專業的人員 然後帶你們去感受這個彈射起步 還有這個叫什麼 什麼落罪 金卡納 還有飄移體驗區 哇敲到了 誰啊哪位啊 還自己起來擺好 去餒這一定不是教練吧 欸欸欸欸欸 Style 2.3的189.9萬 GT Premium 236.9萬 Dark Horse 259.9萬 你會想買嗎觀眾朋友 環境62M 首度引進 Dark Horse的車型 是否能引起雙倍 不會引起 現在路上你有看過嗎 還沒有 都已經三四個月了 這次要測什麼 烤駕照 玩GT你有沒有烤駕照 你要起步嘛 然後要在那個煞車點 對啊 踢到炸車 限之前要停住 不能超過啊 你才考得到駕照 要金牌嘛 得金杯啊 這次你要問觀眾朋友 什麼問題 差40萬以內 你會想要 2.3還是要5.0 你說GT Premium 跟2.3的 其實只差40萬 只差40萬 4萬很多耶 一年年薪 然後還有穗金 經濟考量會2.3 還是會支撐5.0 我覺得是2.3 依照我二手車多年來的經驗 那你就來得還比較保值 一定是2.3啊 真的嗎 廢話 可是5.0是手排 我跟你講 我覺得一定是2.3自排 就出去說我開野馬 就這樣而已 不會有說我開野馬GT 不會 就不開野馬 鑰匙出來 欸野馬 就跟GT要跟你上個鑰匙 是一樣的意思 差不多類似那種感覺 那如果觀眾朋友 不用問觀眾朋友 你們一定也是2.3而已 手排叫好不叫做 現在年輕人 會不會開手排 會不會想法是5.0 廢話 每個人都說 哇那個啦啦隊好 配合我女朋友以後都教這種 實際上教到的 再見 這個叫做 想法很豐滿 現實很骨感 新車司機 咱們下次見 拜拜